之前我们讲了有萌的社会化分享的快速集成 也就是通过OpenShare方法来导查一个分享面板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有萌的社会化分享的资金页 这里面主要会用到两个方法 PostedShare以及DesertShare 这两个方法它们都是指定分享到一个平台 但是它们有一种区别 区别就是PostedShare方法在被调用之后会进入一个编辑页面 用户可以在这一种编辑页面里面来进行分享的消息的编辑 而DesertShare在调用之后不会进入编辑页面 它会直接分享我们的长出了所指定的Share Content 由于这两个方法都比较简单 我就直接把官方的例子来进行演示一下 其实就是几个方法 我们先来看PostedShare 在MainAltivity里面 我定义了两个按钮 分别是PostedShare以及DesertShare 这里我来指定分享到腾讯微博 我们把平台名称改一下 这里传入的一个监听器可以监听分享的开始以及结束 分享完成之后会返回一个臭的 表示分享成功或者是取消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点击指定分享到腾讯微博 它首先会让我们输入账号来进行授权 点击登录 我们可以看到 调用PostedShare方法之后 它就进入了一个编辑验变 这里面我们可以输入我们所想要分享的内容 这里可以看到分享的状态 分享成功了 我们再来看DesertShare 直接分享到一个平台 DesertShare 它是不使用有萌默认的分享页面 也不使用有萌提供的分享编辑页 完全自行的定义 在进行DesertShare之前 需要判断是否授权 重复授权可能会引起错误 所以需要判断一下 这里我定义这个方法 迪赚选写的信息 首先是进行判断 我倒上把他分享到腾讯微博 所以把平台名称展一下 如果说未授权 这里是未授权 没有授权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去授权 授权也同样需要传入一个Listener 它里面也有onStart onError 对应的一些授权状态的方法 在授权完成之后 我们才调用 DesertShare 直接分享内容 我们定义的方法 DesertShare t 有没有和上面重复 我们把这个方法都查出来 这里同样是先指定了分享的内容 然后调用Desert的Share 在onComply的方法里面 也同样有分享的状态返回池 成功或者是失败 我们有两个地方还需要改一下 PostleShare的第二个参数 改为腾讯微博 Do also 进行授权也需要改一下 再来运行到程序 点击直接分享到腾讯微博 点击登录 授权完成 分享开始 分享中 分享成功 进入到我的腾讯微博的主页 可以看到 这条消息就分享成功了 我们通过 Desert的Share分享出来的 在了解了PostleShare和 Desert的Share的用法之后 我们就完全可以去自定义一个 有萌的收入或分享 自定义它的分享面板 或者是编辑界面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分享中的数据统计 有萌自动把用户的操作行为给我们统计下来了 比如分享的总数 平台的分布 每日的趋势 分享的趋势 分享的回流率 各个平台的回流率 趋势的分析 操作分布 这些数据对于我们的APP的运营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好了 我们的收入话分享就已经完成了 最后给大家留两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是获取有萌里面集成了的平台列表 自定义实现一个平台选择面板 第二个是练习SSO授权分享 由于我的摩擂器里面没法安装新浪微博以及其他的APP 所以 SSO授权我都只是进行了讲解 并没有演示 希望大家 稍微在自己的手机里面来进行一些练习